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人口数 出生人口数了 画面就用一下 刚刚介绍了死亡人口数 我们可以得到这几个结论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就是说 因为你会画很多张图 可是你要懂画图的先后顺序 先画 比如说现在这一年 2020年 所以相对的 我一样出生人口数 我也来猜一猜 请问一下 死亡人口数最多大安区 那出生人口数最多 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安区 因为大安区人最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这个 出生人口数的一个统计分析 视觉化分析怎么做呢 首先当然是插入枢纽分析 确定 针对这一张枢纽分析 所以我们要画的是年是放在三选 而且我要先画的是2020年的出生人口数 所以只够2020年 各行政区 行政区放来列 的出生人口数 然后 枢纽分析图 确定 那当然我们排序一下 这个是中文笔画顺序 可是通常我们会希望把 那个出生人口数最多的 按照出生人口数数量来做排序 然后排序由大排到小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原来出生人口数最多并不是大安区 而是内谷区 所以在这边你就写 就是2020年 但是这是2020年的现象 那个出生人口数最多 是内谷区大安区与士林区 可以吗 相较于刚刚所写的这个 你们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要会比较 大安士林北投 有看到吗 好 大安士林北投 那这是死亡 那出生呢 出生是 是 大安 是有大安 大安跑到第二名了 有士林 士林从第二变到第三 那内谷直接串生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 这是第一章 第一章你要会做的 可以了解吗 因为你做图的目的是为了留下比较的证据 所以我刚才刻意的先 然后我们找到对签头 咱们就是 所以我与你 那